大概這個都市計畫已經發布實施了 那接下來就說 以我們用地取得程序來講的話 我們依照土地徵收條例來講的話 要再召開兩次的工廳會 那依照目前排列的時程的話 這個兩次的工廳會的時間大概會 大概三個月內左右會開兩次 因為他的工廳會有他的一些規定 還有一些時程 那另外就是說 剛剛講就說這個估價師 那為了讓這個用地開發的時程不要耽誤 所以說我們在開工廳會這三個月的時間內 會同時進行 就是說試駕查顧的部分 那如果必要的時候 連建物的查顧 我們也會同時來進行 就是說讓整個開發的時程不要做一些耽誤 所以說接下來 我們大概會馬上進行 兩次的工廳會這個作業 先報到這邊 好 所以我們繼續 下一位王先生